二代女團KARA可為七年合體 推出15週年紀念專輯 相約抵在媽媽典禮上 正式宣布重返舞台 掀起網友和粉絲回憶殺 也登上音樂節目打歌 綜藝節目宣傳 和後備合拍挑戰短片等等 該做的事是一件也沒落下 而她們在12月的第三週 以新曲When I MOVE 拿下了音樂銀行的冠軍寶座 是她們在2015年後 可為七年再度奪下一位 讓KARA成員們也超感動 啊 這是我們卡尼利亞的主意 對 這是你們的主意 我真的不在意 但我突然聽到說話 謝謝 謝謝 我愛你 我一定會贏 我贏了 之後在IG上前的朋友們一起直播時 隊長奎麗一句話讓妹妹們都嚇壞了 喔 可愛 我們這件衣服都沒穿過了 這件衣服的衣服 你不在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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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感動不得了 呀 弓箭 呀 各位女生 這性格必須多多相送 綜藝才行啊 我愛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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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愛你